走在中国 原来最美的旅行地就在我们身旁 我是洪杨 欢迎收听走遍中国 下面和您继续分享卢子的游记 张家界的十里画廊 地球表面上71%是海洋 29%是陆地 而陆地表面上约有三分之一是平原 三分之一是沙漠 还有三分之一是山脉或是丘陵 可见山脉是陆地上的重要景观 因为它形成的过程 环境气候和岩石成分等因素的不同 山式山貌也各有不同 或倚天磅礴 或雄魂摧尾 或秀丽婉约 或蒸容错额 尽管千山静秀 各具风情 不过人们都公认 世界上最美的山地景色 是喀斯特地貌 这是为什么人们常说 桂林山水 假天下的道理 喀斯特地貌在地球上分布广泛 各大洲都有 但最集中的区域有两处 一处在欧洲巴尔干半岛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高原上 喀斯特地貌的名称就是从那里发源的 另一处是在中国的西南地区 也就是云贵高原与华中和华南平原的结合部分上 这块发育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面积超过五十万平方公里 是世界上最大的喀斯特地貌区 其中著名的游览景区有 云南石林 贵州知金洞 广西桂林 广东七星岩 四川九寨沟和湖南西部的张家界等 喀斯特地貌的特征 表现在地上的风林和地下的溶洞 主要是由地上水和地下水对可溶性石灰岩的溶食作用所造成的 石灰岩的主要化学成分是碳酸钙或碳酸盐 经过雨水和地下水的长期冲刷寝食 部分碳酸盐会溶解进水中 地表的山脉变得千沟万赫 一风凸起 地下则形成溶洞 不溶性的碳酸盐 在二氧化碳的参与下 形成可溶的但不稳定的碳酸氢盐 水中的碳酸氢盐可分解 再度成为不溶性的碳酸盐而沉淀 造成石损 石中乳等天然奇观 大理石含碳酸盐较多也能发生喀斯特作用 但是花岗盐等火成岩石 主要成分是石英 也就是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铝等 硬度大 很难溶于水 通常不会形成喀斯特地貌 卡斯特地表崎岖陡峭 土壤贫瘠 不利于农业发展 但是风林溶洞 却是千姿百胎 琳琅满目 是地球上罕见的美景 往往成为旅游热点 张家界既是其中之一 张家界典型的地下溶洞 就是黄溶洞 有无数的石损 中乳石和巨大的地下河 而地表上的风林 有如云南的石林 只是更多 更大 更苍翠 更加美不胜收 张家界的风林 达三百平方公里 我只逛了天子山的十里画廊 原家界和天门山等几处 这里就先说说 这个十里画廊吧 十里画廊 位于索西域景区的 一条峡谷中 在天子山脚下 廊长约五公里 是二十八公里长的峡谷中 最美的一段 两边林木葱龙 瞄转圆体 奇风深鹤 千姿百态 像一幅幅巨大的山水画 并排悬挂在千刃绝壁之上 是秀美绝伦的自然景观 融进仙师画宫的水墨丹青之中 人行其间 就如同走在画廊里面 所以称为十里画廊 我逛着画廊的时候 正逢上阴雨 只能撑伞而行 人走了十里 雨下了十里 可以说是十里 烟雨画廊 当然 烟雨中的景物看不太清楚 美景与晴天相比 大打折扣 但是烟雨 却给朦胧的景物 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如梦如幻 别有一番情趣 走在画廊里 导游会指着沿途的景物告诉你 这山上的岩石形状 像什么人或雾 或鸟兽等等 比如寿星迎宾 采药老人 相王观书 海罗风 顶天楼 石指风等等 相王观书是块石风 前面一个小山风 如同仆人捧着书 让相王阅读 这位相王也就是土家人崇拜的传奇人物 他造反也称为天子 所以又称相王天子 他的世纪年代众说纷纭 主要以明代相大坤为主 但不信使可考 可能就是个混合型的传说人物 天子山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还有个景点 叫海罗风 据说是相王天子吹的海罗号 命令三军的 采药老人也与相王有关 说是他是相王军中的医师 常常背着药篓 在山中采集草药 医治军事 他头戴丝破 身形消瘦 据说是相王天子兵拜 跳崖身亡后 老人悲痛欲绝 再次助力守望 化为此风 所以这里为十里画廊 标志性景点 这些言风有得很像 有得不太像 有的要从某一个特定角度去看 才像 有的则要发挥超高的想象力才行 在语物中 看得并不真切 但我却认为 十里画廊终点的三姐妹风 甚是贴切 三封并立 左边的是大姐 一头秀发 背着孩子准备回娘家 中间是二姐 怀里抱着孩子 期待着丈夫的平安归来 右边的十封中间 鼓出来了 这是小妹 刚刚结婚 挺着一个大肚子 好像是要生孩子了 另外 还有三座石峰 紧紧相连 就像一家三口 紧紧地搂抱在一起 我们叫它夫妻抱子 右边的是爸爸 左边的是妈妈 中间的是孩子 夫妻相向而对 拥抱着心爱的孩子 其乐融融 一路上 导游生动的讲解 令游客兴趣盎然 大家欢声笑语 其乐融融 把美好欢乐的心情 洒了一路 留在了张家界 美丽的十里画廊上 我是洪阳 谢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订阅 我在喜马拉雅 其他专辑